哈利王子准备了绘图组 送给他亲爱的太太乐佩公主 这真是太棒了 我要马上开始画画 乐佩公主为了画风景画 跟英雄来到瀑布森林 这里非常适合 这次的作品一定会很漂亮 一定会的 乐佩公主 看来你在瀑布森林里 悠哉的画画 这一次你逃不掉了 女巫非常讨厌乐佩公主 因为公主从她手中 救出了英雄 这一次我一定要给你好看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看起来很厉害 我不知道你这么会画画 我要把这幅画送给王子 希望他会喜欢 乐佩佩公主 乐佩公主跟英雄正在聊天 一辆马车从旁边经过 你好 美丽的女孩 这座森林很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才行哦 什么 真的吗 什么东西很危险 你看 看着我的眼睛 你就会懂了 天呐 你是女巫 被我逮换了 被我逮到了 被我逮到了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我才不要 要给你的惊喜已经准备好了 但你一定要有耐心 乐佩公主跟英雄看到女巫的城堡 这让他们非常紧张 她要对我们做什么 我们得找个方法逃走 逃走吗 快放了我们 不然你会后悔的 哈利王子一定已经开始四处找我们了 我不会后悔 今天我们要一起玩个有趣的游戏 你们想要离开的话 就得穿过这面镜子 不要害怕 任何人都可以穿过这面镜子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是陷阱吗 你们决定要怎么做 不穿过镜子就等着被烧死 糟糕 我们要被烧死了 怕把我们放在这里了 公主 火烧得越来越大了 我们没别的选择 穿过这面镜子吧 这到底是这么一回事 穿过镜子之后 我们就变小了 那我们会永远这样吗 你们想要恢复正常的话 就必须再一次穿过那面镜子 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等着看哈利王子能不能找到你 你的心地为什么这么坏 好了 现在我要带你们离开这里 他现在要带我们去哪里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得快点逃出去 你看那里有个缝隙 说不定推开就能逃出去哦 我没办法把盖子打开 太棒了 成功了 这女巫没发现 快点跳下去 可是如果我没有打开翅膀 就有可能掉在地上 什么 你们哪里都不准去 糟糕 这太看到了 你们竟然想要逃跑 女巫成功抓到想逃跑的乐佩公主跟英雄 接着他把他们卖给了镇上的马戏团 给你 他们可以帮你工作很多年 记得别让他们逃走 要不然我会把你变成驴子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马戏团里工作 别放弃英雄 一定逃得出去的 我们都想逃出去 只要同心协力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成功 真的 你有办法吗 当然有 所有笼子的钥匙都在那个抽屉里 但我们都被关起来了 不可能拿到 不对 你们的笼子比较小 栏杆也比较细 我这里有绳子 绳子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猴子告诉乐佩公主跟英雄 她的计划是什么 我 我拿不到 再把绳子放长一点 好 我拿到了 把绳子绑紧一点 好 接下来轮到我了 这快成功了 加油 加油啊 对我来说太高了 你先试着爬到桌子上吧 加油公主 加油公主 你可以的 太棒了 你成功了 真厉害 朋友们 我们自由了 赶快离开吧 所有马戏团的动物都自由了 当然英雄也是一样的 英雄走吧 我们离开这里 公主 你真的好厉害啊 我们走吧 乐佩公主跟英雄准备离开的时候 邪恶的马戏团团主出现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你们 要去哪里 糟糕 英雄 快跑 可惜你的朋友没有一起逃出来 不可以 这太糟了 可是 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不会就这样抛下朋友逃走的 因为所有的动物都逃走了 让马戏团团主非常生气 所以他把英雄放进罐子里 送给了一位坏心的男子 团主把英雄卖给那个男人了 这家伙是个商人 他专门卖西芹又有价值的东西给收藏家 我要把他救回来 你能帮我吗 你救了我和我的朋友们 这次换我来帮你的忙了 太好了 赶快追上那个商人吧 乐佩公主能不能从商人手上救回英雄呢 孩子们 你们在下一集就能知道答案了 迷你乐佩公主跟一起逃走马戏团的猴子 紧紧跟在商人后面 想救回独角兽英雄 不知道他要把英雄带到哪里 我才需要去镇上 那里才能够找到有钱的客户 我们快跟丢了 可以再快一点吗 我已经尽力了 猴子跟乐佩公主因为商人停下马车装水 及时跟上了她的脚步 她停下来装水了 就趁现在 英雄就在马车上 要怎么救她 我来负责托住她 你趁机救你的朋友 嗯 好 就这么办 哈哈哈 打撞了 有胆就来抓我 哈哈 看我的厉害 退下 我来了 英雄 我会救你出去 公主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 嗯 糟了 关得太紧了 我打不开 糟糕 她要走回去了 乐佩公主打开了盖子 准备要救出英雄 太好了 我成功了 动作快出来 来吧 来吧医手 快飞 乐佩公主 动作快 商人就快到了 你这个坏心的家伙 放开我们 糟糕 她们都被抓走了 你要救我 结果反而也被抓了 不用担心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逃走的 就算我们逃出去了 那要怎么恢复原来的大小呢 你还记得女巫说的吗 所以 只要再穿过一次魔镜 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本的大小 我们先想要怎么逃出这里 之后再想其他的 猴子一路跟着商人往城镇去 我答应过乐佩公主 要把他们救出来 商人带着乐佩公主跟英雄 来到城镇见一位收藏家 做得好 这是有史以来最让我觉得珍贵的东西 拇指公主还有它的独角兽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稀奇的生物啊 我是这个国家的公主 我是乐佩公主 快放我们出去 你说你是这个国家的公主吗 太有趣了吧 跟拇指一样大的公主 她说的是真的 你必须带我们马上回皇宫 好了够了 你们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你们会是我的展览会上最特别的收藏品 我想我的宾客们看到一定会觉得非常惊艳 猴子偷过窗户偷看房子里面 试着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你把我的朋友卖给了这个收藏家吗 我要给你好看 等着瞧吧 希望你能学到一课 收藏家把乐佩公主跟英雄 带到她家里的展示间 你们好啊我的宠物们 我带了新朋友来哦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好多可怜的动物被它关在笼子里 如果我们逃得出去 一定也要救它们 当然 我们全部都要一起逃出去 这时他们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 别担心 我马上就会把你们救出去了 猴子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们 我可是一只说到做到的猴子 你想要怎么做 龙子的钥匙就在那里的其中一个抽屉里 钥匙在哪里啊 我完全没有看到 猴子你看 大象好像有什么话想跟你说 他指的地方有只乌龟公仔 呼呼呼呼 找到了 谢谢大象 当猴子要救出乐佩公主跟英雄的时候 他们听到走廊传来了脚步声 赶快躲起来 收藏家要来了 好好吃饭才不会看起来很累 明天就有宾客要来看你们了 这是你的新鲜的牛奶 这些燕麦是你的 不需要准备这些 我们不会待太久的 你说真的吗 那你是要逃出去吗 怎么逃呢 你等着瞧吧 走吧 在他醒来之前赶快走 来吧 大家动作快 趁现在离开这里 我的头好痛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公主快点 我们快被收藏家发现了 不行 你们不能出去 快给我站住 过来 你以为你可以逃得出去吗 快点放开我 救命 你这个坏家伙 快点放开我朋友 哎 双好痛啊 我一定要抓到你 这是什么 把这东西拿起来 被关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啊 走吧各位 快出去喽 大家都顺利逃出收藏家的房子了 猴子 谢谢你的帮忙 一开始是你救了我 现在换我救出你 谢谢你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 英雄 我们剩下最后一件事要完成 准备好了吗 当然 我已经等不及要恢复原本的大小了 英雄 我们赶快回去 再次穿过女巫的魔镜吧 祝你们好运 希望你们顺利成功 乐佩公主 跟英雄 马上出发前往女巫的城堡 乐佩公主 能不能穿过女巫的魔镜 恢复原本的大小呢 孩子们 你们在下一集 就能知道答案了